天使幽靈 呦呼 大家好 我是天使幽靈 今天要讓玩新的遊戲 叫做one shot 你只有一次機會 然後就像我剛剛還在 做一些前置動作 在設置的時候 我發現你們看這裡 他們有 有射盲模式耶 超酷的 可是因為我沒有射嘛 應該啦 所以就 然後這有中文 不過是簡體中文 好 那我們就 開始吧 這個是一款 哇 這是一款在Steam上面 評價還蠻不錯的遊戲 然後我就稱特價的時候買下來了 Dedicated to our beloved friend Felix The Judge Aron Mullins We missed you 我不用自己存檔 好 有人嗎 是毛咪嗎 我現在是可以 Niko 就是在這裡醒來的 書入密碼 我不知道耶 布布 布滿灰塵的書 這裡太黑了看不清 要開燈 這邊一直有東西在亮 這裡有一個電視遙控器 Niko把它撿了起來 來 看一下窗外好了 一束柔和閃耀的光透過窗部 喔 廁所而已 這裡有一株枯萎的植物 僵硬而乾燥 一根樹枝突然折斷了 喔 無需要再對她做任何事情 喔有鏡子 一雙明亮的眼睛 盯著Niko 太黑了看不清 門又鎖著 喔這都是破洞 喔我以為是桌子 啊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好有了有了有了有進展了 好有了有了有進展了 在維洛爾燈光下 Niko可以看到遙控器的表面 除了3 欸要拿紙要拿紙 有了有了有了有密碼了 看一下喔 G3B2Y6跟R0 允許進入 喔 You found me Why 已經 你已經太遲了 這個世界沒剩下多少了 你到外面看看就會明白了 這個地方從來都不值得被拯救 即使如此 你還是想試一試嗎 那麼 記住這一點 你的行動會影響Niko 你的任務是讓Niko離開 而且最重要的是 欸 欸 欸欸你們現在不知道 等一下 他跳出了這個視窗 你只有一次機會 然後是 我的名字 突然覺得好毛喔 Niko聽到門開鎖的聲音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好像也是有打破第四道牆的 那一種的遊戲 好 One Shot是一款有著超限時風格 並有著特殊遊戲風格的解謎冒險遊戲 你將引導一個孩子穿越到另一個神秘世界 達成任務來恢復一個死亡已久的太陽 他有獲得壓倒性好評 是2016年12月8號發行的遊戲 類型是屬於冒險休閒獨立製作 沒有恐怖那應該是還好吧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注意內容事項 雖然One Shot並不是傳統印象的恐怖遊戲 但某些劇情上會引起部分玩家的不愉快 不愉快情緒請信聖主的 謹慎操作 完了 好 他的標籤有懸疑驚悚 但沒有到恐怖這一個 好 那應該是 還好吧 門開了 他不會打開的 好 你好 有人嗎 電視冒了火花 看起來很危險 壁爐子的柴火好像沒有用過 可能可以點著 好 唉唷 這裡鎖著了 這什麼 唉唷 是燈泡造型的是不是 我可以用跑的嗎 可以耶 冰箱裡有一瓶酒 Niko把酒拿出來了 冰箱是空的 好 Niko把樹枝在酒精裡熏了一下 變空瓶子了 他也吸太滿了吧 準備好樹枝 啊 火把 我不是有火把嗎 為什麼還是不能看啊 火把 我不是有火把嗎 為什麼還是不能看啊 好像是一小塊金屬物體 砍進地面的縫隙了 Niko把它挖了出來 地下室的鑰匙 火光很微弱但是很舒服 喔 地下室 他這樣看著都有點毛毛的耶 不能下樓梯要慢慢走 不能跑步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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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亮了整個世界 好愉快的感覺 房間變亮了 那我可以 有了 ad infinitium 一顆大燈泡 那是太陽 這是一個剩下來的計算終端機 就是超級電腦的意思吧 有了 你可以在菜單選擇傳送選項 快速移動到你已經去過的地方 打開菜單的默認按鍵是A 一個機器人已經沒電了 欸 喔 那個電燈泡 你在這裡 我 我 是的 歡迎來到我們的世界朋友 為你的到來 置以忠心的敬意 太棒了 喔謝謝 嗯 對不起 我有點迷路了 喔 對 讓我來說明一下 我可以先問一下你是怎麼 怎麼到這裡的嗎 我不確定 我在這所奇怪的房子裡醒來 這裡真暗 喔 所以你在一個你不熟悉的黑暗環境中醒來 嗯 和我的預言一樣 太棒了 你就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救世主 你就是那個會將我們從遠遠的黑暗中拯救出來的人 嗯 現在我會給你提供重要情報 你可以問我任何事情 喔 好 你能告訴我關於 這個世界 其實我不確定這裡是哪裡 我不太能看得清遠處的東西 周圍太暗了 我們的世界並不是這麼一直 我們的世界並不是一直都這麼昏暗 也不是這麼破舊 但是時間不等人 對救世主也一樣 世界畢方 被分為三個地區 你所在的這個邊緣地出 Barons 你看到的遠處那座塔 就是以前太陽所在的地方 喔 所以它才那麼高 隨著你不斷走進中心 你會穿過其他地區 在某處的驛站會許還有地圖 喔 你能告訴我關於這個電燈泡 在我書信的房間裡我找到了地圖 電燈泡吧 你手裡的是我們的新的太陽 你們的太陽 是的 很久以前 上一個太陽就在那座塔羅的頂上 把自己的生命灑向大地 但是有一天光突然消失了 喔 世界現在彷彿命懸一現 在這個世界的表面布滿了一種叫做螢光體的元素 對我們來說值得慶幸的是 從這個元素 這個元素從上一個太陽那裡儲存了光能 我們現在唯一的光源 但是畢竟是儲存的光是有限的 一旦這裡最...什麼 一旦這...最後的光就用完了 我們的世界隨之毀滅 啊 不過既然你帶來了新的太陽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你能把太陽重新放到塔羅裡 聽起來好遠喔 是的 所以開心的朝聖之旅吧 另外太陽它非常脆弱 所以一定要小心 萬一你打碎了太陽 這個世界很快就會毀滅的 喔 你能告訴我關於... 電腦 我在房間裡發現了電腦 他一直不停在說著什麼 你在這兒的... 我...啊 你在這兒的心動會影響Niko 但明明我就是Niko 這些訊息其實是為其他人準備的嗎 嗯...如果他就... 這麼說的話 呃... 啊 那是我們的上帝 如果你在這裡就意昧著 我也在這裡 我會為你的旅程提供指引 實際上他們也在指引你了 真的嗎 過去我還沒有看到任何人 嗯...你是不是還沒有聯繫我呢 我不知道 你是我們太陽攜帶者 你準備和... 你具備與... 直接交談的神聖能力 這次只屬於你的能力 當然我沒有 請閉上眼睛後 集中精力 好吧 你看看 你看看 幽靈你在那裡嗎 是跟這不是我的名字 呵呵 我選這不是我的名字會怎樣 可是這是我的名字啊 不是說是我的本名啊 很高興認識你 幽靈 我叫NICO 我真的聽見有人說話 他說他的名字是幽靈 天使幽靈 這是難以置信 不要害怕向幽靈尋求幫助 畢竟你是救世主 你能告訴我關於... 回家 怎麼回家呢 雖然有點冒昧 但是我... 我還不能確定 我還不知道我是怎麼來這裡的 幾個小時前我還跟我媽媽在一起 現在...我就好像做噩夢一樣 我好想回家 你的任務是拯救我們的世界 就像我的任務 是幫你了解我們的世界 我無法超出我的程序 設計範圍外 為你提供幫助 我很抱歉 呃... 我覺得我暫時沒有問題了 很好 祝你好運 這也叫荒漠 沒有人住這裡嗎 我是說除了機器人之...外 我不知道 我...不是被招出來用來顯光的 不是用來 那麼...你就只是在這裡 肯定很無聊 你至少還有朋友吧 機器人...朋友 我不敢說望有人陪伴 我從未...被治癒過 被...治癒 沒時間解釋了 明白了 先...也先知預言說 來自另一片土地的救世主會降臨 救世主會在奇怪的房子中心 來找到太陽 把世界照亮 你還...遇見了什麼? 你是什麼意思? 你還在預言中看見了什麼? 嗯? 等等... 你就是那位先知不是嗎? 天啊...不是喔 天啊...不是喔 但你先前稱我的預言 這只是因為著他那隻在我的編成裡 你的...什麼? 啊...我的編成引導著我 畢竟我是個機器人 我明白了 塔樓有多高呢? 我不被允許回答 那...我該怎麼上去呢? 到時候牛靈會知道怎麼做 我知道了 好吧 好多高啊 喔...發亮的洞洞 要撬開他喔 喔...地圖耶 對... Map of the world Tower Tower就是這樣一條...線 然後...我們現在在Barons 所以之後我就是要穿過到Gling跟... Refledge Refledge 我認為他... 褪色的海報 好... 如果你看到池塘表面冒出氣泡 請立刻聯繫管理人員 換言之...其他內容無法辨認 罐子有很多...藍... 很多閃光的小蝦在游動 某種小型的... 我感覺我的頭髮有點立起來了 靜電嗎? 喔...這邊還有一個 壓制金屬的壓制設備 所以都是要報廢 這是報廢工廠是不是? 他們要被作廢了 要被壓扁扁了 要被壓扁扁了 喔...這個在壓耶 AI防毒面具是強制性的 喔...所以我這邊是有可能可以撿到... 防毒面具的 喔...是迷宮了耶 我們可以造出更多體力和精神方面都更加耐用的機器人 喔...地上這什麼? 黑色植物看起來是山葉草 欸... 欸... 是不能走過去 欸... 欸... 這個燈泡 那麼你就是那個救世主 我是不是應該要給他不一樣的聲音 他好像是主要角色 因為畢竟他看起來不太一樣 別人是這麼說的 我還期望是個更高大的人 最起碼不會長得像是個貓咪的一樣 最起碼不會是長得像貓咪一樣的人 你其實就是吧 某種貓類 啊...我是人類 欸... 你的眼睛長得跟貓一樣 但是貓是用四條腿走路的 好吧...不管怎樣 像你這樣的孩子當救世主 總感覺不太對 但是旁邊的... 但是旁邊的機器人就說是我沒錯 我知道... 我現在要說的話可能聽起來很冷漠 但是... 我真覺得... 你最好不會玩這世界 讓他自然會滅好了 這個世界已經支離破碎很久了 所以拜到這個程度 靠一個太陽也是難以解決問題的 你已經看到他糟糕的什麼程度了 對吧? 我們看的還不多其實 而且...我們也就不能那麼... 而且我們也不能就這麼離開 哦...所以你才剛到這個世界 那你一定要到塔樓去 嗯... 我想應該把燈放... 嗯...太陽放在那裡 對吧? 是的...放在最頂上 我們都知道塔樓上有一種沒有人能夠理解的力量 頂部的能量最為強大 或許在那裡你能完成十米後把你送回家 喵! 當然... 我也只是說說 嗯... 那是シルバ 曠山的事我聽說了 我很遺憾 無法想像你現在的心情 已經兩個星期了 我相信這肯定不容易 但或許你回來會好些 只需要等待滑船機器人回憶起來 至少讓我知道 你收到消息了好嗎? Keep 請別碰它 嗯 那目前我只是好奇 這是什麼東西? 不用電池 它能讓我保持工作 Barons的主要發電機在前一陣子已經把電用完了 沒有太陽的話 也就都持續不了 聽到這個消息很遺憾 我們能做的只有 我們能做的只有盡量利用現有的光源 所以就是那些蝦子是不是 這個架子上露出了一個東西 這是螺絲刀 你想要的話可以拿走 或許對你有用 欸 你覺得念嗎? 是的 我還有很多 謝謝 好 我們可以去撬開那個了 所以來這邊是對的 很多小蝦子 都是那個藍色蝦子對吧 我很久沒有跟別人下棋了 喔? 就連機器人也都沒下過嗎? 不 在Barons的機器人程序裡 都沒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這裡 沒有人是被治癒的 那你要跟我下棋嗎? 這邊還可以走更遠欸 喔? 等等 我看見你朝這個方向走 這個光具已經廢棄很隱藏一段時間了 我不能保證這裡很安全 如果你堅持要自己去 至少讓我帶你進去一次 這是我的真正 喔 謝謝 我要跟上 好 第三個小東西 有點像一台照相機 被遺體的相機 可能是機器人身上的部件 喔 可能也不是 我不知道 照相機 好了 鏡頭 欸 黃光 不要站不站 怎麼靠近 喔 對不起 看來入口的隧道已經不塌了 沒有礦車魔法前進 我們不能用走的嗎? 我可以 但對你來說 這違反了安全守則 我是不會允許的 這對面究竟是什麼? 是一個巨大的地下礦 並礦景網路 這個世界的金屬和非螢光燃料的產地 正是它推動世界進入工業時代 所以現在已經廢鐵了 就好一陣子了 太陽毀滅的時候 礦景在最初的恐慌中最先被遺棄 就連機器人也都被全部移除 並重新指派的任務 那人就說得通了 不過有一個人堅持要回來 嗯? 希望他沒事 黃燈滅了 可以想像得到 哦? 幽靈這裡的空氣有點不對勁 呼吸會感受疼痛 哦這邊需要毒氣 回去回去 需要防塗面具才可以 哦這裡有個密碼 嗯 我也不記得 啊 好,这里有个机器人在船上系着 好像没电了,街头也生气了 那又把它修好 毕竟我们要穿越这片海洋地,然后那座塔 好,所以要修这一个人 好,那你休息一下吧,又很累了 休息就没了,游戏就关掉了 我们这一集也先在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天使幽灵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 那喜欢的话也可以按赞订阅 好了,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